花蓮市區的天王新道樓 其實在正後青島是被迫拆除 住戶的心啊 真的是滿滿的感觸 因為是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家園被拆掉 重點是第一時間借住在朋友家 但也不可能永遠借住下去 現在是當地房仲呢 也投入救災行動來做義工了 要免費幫災民找到租屋處 大型機具持續鑽開建築 變成一塊塊碎石 這是花蓮青島的天王新大樓 卻怕房屋倒塌 確認相對安全以後 趕緊實施拆除作業 天王新住戶災後的生活 真的很不好過 天王新受災戶 真的是玉庫無淚 而他面對的問題 更是每個受災戶目前最艱困的難題 各路民間單位公司航號投入資源救災 但縣府人員整個也相當不易 另外財團法人正在基金會四號開辦募款專案 當天就收到六百四十多萬 到了七號為止 已經達到一億四千多萬 九州銀行就有三千三百多萬 募資平台也有三千一百多萬 手機銷售付款更是有七千五百多萬入證 除了民眾現存愛心 政府當然也要作為重新主力 目前中央已經設立三十項補助項目 撥付三億台幣提供給花蓮縣府 其中就包括給予受災戶租屋重建重構振興 並且稅金減免 成立專線專點提供民眾資訊 繼續有中央報導